彰化秀水雙刀最難砍車畫面曝光 最難手拿兩把菜刀慢慢走到路中央 朝著停等紅燈的休旅車猛揮一刀 砍中了車身 後面的駕駛看到這一幕惡化不說 趁最難逼近之前 轉方向盤才油門繞過他離開 看到拿兩把菜刀在那邊砍 本來是以為是什麼行車糾紛還是什麼 就是蠻恐怖的 杜小姐目睹這一切簡直嚇壞了 當時只是要去加油站 等紅燈等到一半 就突然冒出了這一名雙刀男 而且還出手攻擊 杜小姐想到車上還有四歲女兒 趕快叫老公趕走喔 一家人經歷驚險瞬間 後方的車就沒這麼幸運了 被最難當住去路 駕駛只能無奈言真真看著愛車被砍 這位酒醉男子雙十節當天闖入民宅 搶菜刀霸佔超商搞破壞 還朝路上的車輛無差別攻擊 雙十節拿雙刀把附近居民 和路過駕駛的收假日變成金假日 TVB 全市中彰化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